郑和是明朝时期的一位航海家和探险家 他的航海活动对于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以下是郑和来马来西亚的详细历史 郑和的航海活动主要集中在15世纪初 他于1405年至1407年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航海 率领船队到达了东南亚地区 此后他还进行了多次航海 包括了第二次到第七次 在这些航海中 他探索了南海、印度洋以及非洲东海岸等地 郑和的第四次航海是其中最为著名和详细记录的一次 在这次航海中 他率领的船队于1414年到达了马六甲 马六甲当时是一个重要的贸易港口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和船队 郑和与马六甲苏丹建立了友好关系 加强了中马之间的贸易往来和外交联系 这次航海也标志着中国与马六甲之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 为后来两地的交流奠定了基础 除了马六甲 郑和的船队还访问了其他马来西亚的地区 比如霹雳州和槟城等 他的航海活动促进了中国与马来西亚之间的贸易 文化交流 也为东南亚地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郑和的航海活动在明朝时期具有重要意义 不仅加强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联系 也为中国的海洋贸易和探险奠定了基础 他的事迹也被后人广泛记录和传颂 成为了中国海洋史上的重要篇章之一 再次观看